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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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晨 我是钟敏玲 欢迎大家来看《聆听主声》 今天是3月15日 经文是记载在《马赫福音》 10章46至52节 还有《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 题目是《夫子》 我要能看见 到了耶利哥 耶稣和门徒并许多人 出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土饭的核子 舍底买的儿子巴底买 坐在路旁 他听见是拿塞勒的耶稣 就哭着说 大会的子孙耶稣啊 可怜我罢 有许多人责备他 不许他作性 他却愿发大声哭着说 大会的子孙啊 可怜我罢 耶稣就站住 说 叫过他来 他们就叫那核子 对他说 放心起来 他叫你了 核子就雕下衣服 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 耶稣说 要我为你作什么 核子说 拉玻璃 我要能看见 马大福音20章 这样写 耶稣就动了慈心 把他们的眼睛一摸 耶稣说 你去吧 你的信够了 你了 核子立刻看见了 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路加福音18章 平衡的经文说 核子立刻看见了 就跟随耶稣 一路归荣耀于神 众人看见这事 也赞美神 我就是好像那个土饭的核子 坐在路旁 不能够参与生活 我忘记了我核眼了有多久 但我记得食物丢在我面前的声音 和小钱丢进我的铁罐子里的响声 我靠着仁慈的人可怜我 作出慈善的行动 让我零碎的食物维持生命 每天他们都急急走过 有些时候有人注意我 但从来没有人听我说话 我听见他们的对话 和他们的笑声 但我不能够加入他们之中 在人群之中 我单独生存 我是从西方大学毕业后 来到多伦多 就是这个的感觉 我没有真正的朋友 我在一家意大利电脑公司工作 生活在陌生人当中 我不属于那个地方 我没有梦想 也没有人生目标 我靠着工作来生活 算是存活吧 好像那个坐在路旁 生活在我面前匆匆的走过 偶尔有人对我说句人词的话 偶尔有一两位同事 坐过来 在我的餐桌上 我乘工车上班 也乘工车回家 我独自一人 也孤单 作为一个初入工厂的新员工 没有家人 也没有朋友 这就是我在多伦多初期的生活 我尝试去多伦多大学的 华人基督徒团契 以及一所唐人街的教会 我仍然不觉得 我在他们当中是一份子 之后我发烧 睡在病床一个星期 不能够去看医生求诊 我就把电话放在身旁 如果情况转差 我就打911求救 我记得耶稣 我就说了 如果我现在死 我要单单回去你的家 我没有活着的理由 如果你肯要我的 我就属于你 由现在到永远 病了一个星期 或者说了更多的话 在一个星期指和耶稣对话 就像这个核子巴底买 我将所有的宝贝抛宅了 便跳着去找耶稣 他是我唯一的盼望 巴底买想要用肉眼见耶稣 耶稣让他用信心的灵眼看见他 大卫的儿子是犹太人 被尼赛亚的称呼 当巴底买将他眼睛 他第一个面对面见到的 就是这个耶稣基督 我没有明明求身体得医治 但是我痊愈了 不久之后 我自告奋勇地报名 教儿童主要学 就在一位有经验的老师陪同之下 教五年级 在预备教救恩的一课 基督救赎的犧牲信息 特别清楚地临到我 在教书的时候 神的恩典激励我 全班的弟弟都押着无声 下堂之后 我更加知道 我真是属于耶稣 这个开我眼睛的救助 我亦都参加了唐人街 另一间教会的团契 突如其来 在选举的时候 他们选了我做团长 我虽然参加了他们的活动 之后几个月短 但好像神迹性地 就把我看为他们的一份子 其实 神的手在其中 我不再感觉是坐在路旁 看着生命流走的 刻意 我有所熟 之后又怎样呢 是一个不回头的路程 我一路上 跟随耶稣 这条路去哪里 从我开眼的耶利哥 去到耶路撒冷 去到加略山 和那个空佛墓 贫穷对灵魂有益 从核眼 以至能看见 我学会珍惜 神赐给我的礼物 零眼开了 我有目标 就是为祂而活 并且荣耀祂 我可以全日的赞美主 若干年后 我再有抛弃所有的经历 在神学院受训 为了要一生服侍祂 我日间的全职工作 作为电脑程序编写分析员的日子结束 我再没有追逐科技的进展 我断了自己的后路 自从1985年的1月 就以全职全导人的身份 服侍神 现在名义上我已退休 我仍以自由身来继续的服侍 这是我写聆听主声每日灵修的原因 这个系列 将在366日上载 YouTube 分别以英文和粤语 和大家分享 耶稣走祂最后的一程 去耶路撒冷和十字架 如果巴底买 失去这个机会 就再没有另一次的机会了 他可能一生核眼 没有目的 也没有希望 他不能够贡献社会 他不能够得到满足 他可能在灵道自尊之下死亡 他知道他要什么 他要能看见 我们都未必令到我们是零眼核了的 我们以为解决的办法 就是捐赠的食物 或者是社会的支援 我们以为解决的办法 在于公众的房屋 和夜间保暖的大衣 巴底买去到他问题的根源 就是他核眼 如果他能看见 他就可以做工养活自己 他也可以希望有家庭过身生活 他可以属于某人或者某处 最后巴底买在基督里 找到新生命 以及属于一个新的信仰家庭 称为耶稣的教会 他找到家 找到你的机会去回忆基督 这个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 不要再拖延 如果你想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话 你大可以给我你的信息 我会回答你 愿主祝福大家 多谢收看明天见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一下那个响零图标 你们就会开始收到 每一天上传的视频的通知了 谢谢 多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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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tools